日成 音乐 停停停停 好 我们今儿个接着话说金行 今天主要我们说不靠谱的队友 一说起来我就头痛 本来呢 我们滑金行用盒的时候呢 是有两个人 因为当年那个 我们的徐老师 还有蒋老师 他们也是两个人 那我本来计划也是两个人 为什么是两个人呢 就是说两个人有会互相的造影 也多了一个帮手 在搬用东西的时候 也会省很多的力 那18年的时候呢 就是在90月份呢 本来是定好了说两个人 我还有一个队友 就是我们的尤老师 结果呢 我朝泰国参加完泰王杯回来的时候 就是又跟尤老师碰面的时候 发现尤老师需要我工作 这样呢就只能是我一个人了 我就心里头很嘀咕 到底是滑不滑呢 应该怎么样呢 那最后想着想 居然已经决定了嘛 就还是去吧 本来起初我们是准备建一个这个双人亭 那最后呢 只能是滑一个单人亭 就改变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计划 我朝这个上海 然后又来到了富阳 然后跟尤老师碰了个面 那要解决艇的问题呀 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 史戴洛的工厂 因为马上都快要过年了 其实师傅们也都很忙 当时我那条 那个就是单人的那条艇 本来是已经是被别人定调的 都要装箱子了 那只能跟师傅说 说这个别家呀 那只能是先给我用呗 然后经过尤老师的这么一帮协商呢 还是绝对不是这条品给我用 那争取到以后呢 晚上的时候 船有了 讲没有呀 没有讲还是滑不了呀 因为他网上是要一个全套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又去找那个讲 找讲 本来这个袁总 直接讲唱的老总 原来大家也认识 晚上最后就说 请吃个饭吧 一打电话 把这个事情一聊 然后袁哥也同意 赞助这个两把讲 因为滑这么远的距离 保证是两把讲 因为一把是作为这个使用奖 另外一把是作为备用奖 好 这就把这个事情算是落定了 落定了以后 我心里头还是隐隐约约的 觉得有点恐怖 为什么呢 本来起初打算两个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么远的距离呢 两个人保证是一个照顾 然后一个人呢 就会很孤单 然后心里也就是会没有个底 因为你这是一条未知的路线 那我只能就是再争取一下 然后问了尤老师 尤老师说 好吧 我给你当按队 那这也算 那我一听还蛮高兴的 起码是打电话 有一个人陪陪我呗 就第二天 我就开始就是去了北京啊 去了北京呢 然后北京也有几个朋友 就是我们的小明哥 还有就是盗子他们 然后正好他们就在这个 通州的这个燃灯寺的对面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用河的这个起点 他们正好在起点 有一个游艇俱乐部 那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跟小明哥一说这个事情啊 那他也挺急急的 他说正好 反正也来了 那大家吃个饭聊会儿天 然后该出发就出发呗 那好就这样 晚上我们是在那边 正好有一个火锅店 那我们在那边呢 就是大家吃了一栋火锅 聊了聊天 聊了聊计划 然后大家也都很不解的说 你为什么这么冷的天 那个滑不是夏天来滑 那我也给解释了一下 我说因为夏天 这个不可控性太高了 因为用河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北京这一段 基本上是三里的水呢 往进了流多一点 用河他也担任着这个 就是城市的疏水 那万一上面一下雨 下游不知道的呀 那把我就真的就冲掉了 夏天大家都觉得好 夏天的晒呀 不比冬天的冷好 受到哪里去 所以呢 我还是决定这个 就是冬天去滑 说我一个人 怎么滑的这个金行用河 然后谁给我拍的照 这些都是未解之谜 我呢准备就是做过这么十期节目 一呢是为了就是感谢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二呢给大家慢慢的分解里边的这个秘密 大家都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我用的是什么架 用的是什么船 那这一期已经给大家解说过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问 我们把这个秘密全部告诉大家 下期见